竹山第一公墓旁的土地 縣府有意規劃建立住宅 縣議員張志明說 依我國習俗在墓地旁蓋房 恐無人會進駐 縣府可否將此地設計成為球場 供民眾運動使用 縣府為了幫助新住民朋友 規劃了多項補助政策 但有許多新住民朋友 對本身權益並不了解 對此縣議員羅美寧 也要求相關單位 能夠加強政策推廣的工作 主動告知 雖然是說你們說 OK 我們每一年都會請移民署 來做宣導 可是你們宣導的對象 就是各社團的負責人 還有你們府內的相關的單位 可是最基層的村里長 從來都沒有通知 村里長才是知道說 哪一戶人家 他們需要這個救助 針對普里政公所 有意在五公里 規劃設置殯儀館的議題 縣議員陳翰立 也向相關單位提出建言 希望能夠舉辦地方民調 讓居民們決定 賓儀館是否在此興建 普里政立賓儀館的事宜 賓儀館要不要在那邊蓋 我是不介意啦 但是要蓋賓儀館 至少這個區的里民要參與嘛 這個完全到 從頭到尾 只有普里政公所 去做說明會而已 你要針對五公里 來做民調好不好 你們為什麼不好好 問在地的居民 你今天你住在那邊 你會合同感受 於本日定期會總質詢議程中 議員們為了使縣內各項政策與建設 能夠更加完善 紛紛提出了許多建言 希望在縣府與議會的共同努力下 幫助南投縣各項發展更加進步 記者陳建豪 盧宇凱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資料到 輝福